新加坡金管局发公告指 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币安 Binance可能违反了当地支付服务法 将禁止向当地居民提供电子支付服务 由于担心加密货币被用于洗钱和给消费者带来风险 币安已经受到了全球各地监管机构的审查 新加坡金管局还将Binance.com列入其投资者需警惕名单 提醒市民币安并非持牌机构 连月被不同地区监管机构点名批评并限制营运的币安 其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赵长鹏接受路透访问时透露 计划三年内分拆旗下币安美国在美国上市 他指币安美国的收费只是同业Coinbase的五分之一 相信有竞争优势 运营Binance SG的独立实体币 安亚洲服务公司Binance Asia Services 已经向新加坡金管局提交了一份执照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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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